看他有沒有死的偷出來 我們可以在這裡注意一下就知道了 來到企圖養蜂農場 地面上全都是被凍死的蜜蜂 有剛剛出生的幼蜂 也有負責傳宗接待的熊蜂 所以死掉蜜蜂他自己會把他企圖 打開蜂箱蜜蜂明顯少許多 蜂農特別放上花蜜 讓蜜蜂能夠餵食又蜂 但室外溫度只有10度 因此一大片蜂箱的防寒工作不能馬虎 這個很蜜合啊 很蜜合 像我這樣做的話 我們這一班的也有好幾個他也學了 因為他們本來用蜜蜂蓋在上面還不夠 因為這個都有縫隙 沒有穿外套以前 有說一箱十差不多三分之一 相近一半 沒有辦法啊 我們門口給他塞到剩下一個小洞 他還是外面那個 這個外面的空氣還是很冷 然後海裡面三十度 要三十度 沒有三十度他會死掉 距離前幾年的霸王寒流來襲 造成嚴重災損 七肚蜂農這次提早準備 特別為蜂箱定製帆布外套 讓蜂巢室內溫度 能夠保持三十度以上 這個差不多五度 增加了五度的溫度 三十幾度 所以蜂蜂死的機率比較少 像這隻都獻出了 獻出了蜂蜂它就受不了寒害 它就死掉了 不僅蜂要預寒 台灣這幾年很夯流行飼養的 南非國寶雞 又被稱為機界的藍寶尖尼 從熱賴地區引進台灣 這波寒流來襲 防寒工作不可少 現在已經很多人在養女孩 就是養著 養著 現在養著沙子養著吃 還很少 都是養著完食的比較多 寒流發威 為了減少農作物的災損 忌獨馬林蜂農 忙著巡視做玉寒工作 希望能夠平安度過寒冬 記者 黃少民 基隆報導